就是說因為這個地方我們會需要取得本月的起子日 本月起子日的話就是從那個一樣要從C1跟F1 C1跟F1實際上就是C1嘛就是年嘛跟F1 那因為你必須要把它格式化成日期的格式 所以中間要斜線先以自串的方式怎麼樣把它串接在一起 串接出來之後的話比如說就是2014 這邊2014那是7月中間有斜線7月1號 然後最後前面有一個C-Day C-Day就是轉換為日期的一個資料型態 所以C-Day就是把這裡面的東西轉換為日期的格式 有點像是Date函數有點類似像Date函數 然後轉換之後就給D1 D1儲存起來的話它就會是一個日期格式在D1 然後利用我們是相差一個月對不對 然後有用E-Day函數 E-Day函數在VBA裡面沒有 VBA裡面有一個叫Day-Add Day-Add如果要月份的話你的參數是M 那一個月那跟哪一個比呢 跟D1比 它就是出來D2就是下個月的起子日 OK 然後呢本月的結束日 就是把什麼D3就是把D1-1一樣用Date函數 這個地方是一模一樣的 OK 也有Date函數 那V-Day的話呢也是一樣用V-Day 所以這個地方有幾個地方會改 改的部分呢 我用那個黃色的部分Mark起來 各位有興趣的話 看自己再加一個萬年曆的什麼最終版之類的 反正這部分的話大概的重點在這裡 這個第一個 那第二個當然有同學最後也是會想到就是說 這個地方按下去清除 按下去清除 那可是問題啊你每次要按才會顯示 那最好是怎麼樣呢 上面最好是這樣 有改變的時候 有沒有 Change的時候下面要改啊 但是如果你這個地方有沒有 你們現在點下去會改嗎 不會改啊 為什麼 因為你們沒有在某一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要去執行這個程式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牽涉到一個事件 就是當什麼 當這個Shits裡面有 Shits裡面的這個儲存格有被變更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怎麼樣 就要去執行萬年曆 而不需要去再去按按鈕 好這個才是比較正規的做法 不然每一次欸 你跟他講說 你先選一個 然後再按一個按鈕 他會覺得說 好囉嗦好麻煩對不對 他就想說欸 你會幫我改一下 我按下去他就馬上跳出來就OK啦 不要再按一個按鈕吧 OK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要能夠達到這個動作的話 最後喔 我再把這個地方講一下 其實你只要在一個地方做 就是在Visual Basic裡面 它有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喔 各位可以找一下 就是在那個 這個這個 List Workbook List Workbook 就是這個工作簿 這個工作簿打開來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一個叫做 就是 就是 Walkbook裡面有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恐怕各位要自己去找喔 因為它預設是 當 Walkbook open的時候 這個事件open的時候 做什麼事情 然後因為我沒寫 不用理它 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那你去找一下 Shits Shits 就是工作表 被改變的 被改變了 OK 那當它被改變的時候呢 會發現喔 就是當這個工作簿被改變的時候 然後它會傳進來幾個 一個是什麼呢 一個是 一個是 SH SH應該指的就是 一個工作 哪一個工作表 第一個 第二個傳進來就是Target Target就是說 你是哪一個 Target 這個應該算參數啦 或者叫引述 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哪一個range range 也可能是一個儲存格 或一個fine 不過這個通常是指的是一個儲存格 所以我們只要這樣寫啦 如果Target 寫法是這樣喔 Target點address 就是說 那個儲存格 如果等於是F1 F1就是月啦 點address 表示說 它點的改變的位置是F1 或者是C1的話 這邊一定要加一個點address then call 清楚 call清楚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是有個sub嗎 那個sub如果是public 就是公用的話 那你不是去把那個清楚叫出 這樣就 點清楚的意思啦 然後call1連理 所以它會先把裡面的字號清除 因為你如果不清楚的話 也許下個月的 下一次點的那個月份的位置不一樣 可能會殘留 所以特別是一定要先清除 再去執行什麼萬連理 這樣就OK了 所以做完之後 點下去 有沒有 它會先把它清掉 然後呢 再放新的月份 所以你會發現點來點去 OK了 沒有問題了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最終的 那所以幾個重點 剛剛的部分就是多了一個這個 就是 就是說你點選它的時候 它會自動去變更 那這個部分我再把重點講一下 就是說在 記得喔 一 記得在這個 這個 這個 在你們的專案裡面一定會有這個東西 請你把它點兩下 打開來之後的話 再去改什麼 改這個東西 Shit Shit Change 對 這個叫做一個事件 那所謂事件就是說 當你某個動作 被執行的 比如說你按個按鈕 按鈕就是Clicker嘛 它是一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呢 就是裡面有東西改變的話 那哪一個改變 就是 它會傳過來 告訴你說 到底是哪一個 F1或C1 那你就去呼叫 你的清除跟萬年0 陳氏就寫完了 OK 大概是這樣 然後把畫面最後再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也是同學問到的 因為之前也是寫到 大概前面而已 那同學就問 老師那如果那個怎麼怎麼做 那就剛好我就補充一下 所以像一個範例 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 不斷不斷在補充 所以會讓它更完善 你們可以利用這裡面的一些方式 學到一些 學到一些東西 反正這些方法大概就是 大概累積累積累積 那你如果累積的資源越多的話 那將來你可以套用的地方也就越多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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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